最近鱼塘挖的比较多 但我还是时刻提醒自己 一定要踏踏实实 甚至说挖鱼塘的每一个步骤都不能少 东家的精神一定要听清楚到明明白白 有哪些需要我特别注意的事项 比如说今天这个堤坝是一条马路 路上有没有自来水管天然气之类的 还有马路两边走爱施工 我认为必须要挖掉的树木能不能挖 整个鱼塘的日历是轻微的清理 还是重度清理 再搞清楚东家提供的堆离场地 等等等等众多的因素结合到一起 再问清楚东家心目当中挖完 想要看到最佳的效果 与之相结合相匹配 师奶想去反反复复颠量一下 看看整个施工范围 包括东家提供的这些条件 做出来能不能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如果感觉达不到 那就再跟东家口水大战300回合 继续协商 再或者尝试着引导他降低要求 降低期望值 反过来 如果他提供的所有施工条件 我感觉能够满足他的期望值 那么我也就不会再过多的去说些什么 当然也不会跟他说一些 你放心百分之百给你把活干好 类似的这些比较自大的话 通常这个时候我就会选择直接开干 今天这个汝塘施工条件还是比较好 首先马路也是堤坝非常的宽 下面的堆离坑也是特别的大 东家一致化 碍事的树木尽管挖 对于我来说真是如虎添翼 所幸我也就不客气 把整条马路两边的树 给他挖了一个遍 全部挖完了 来来来你们看 就是这个东家 我都不知道他跑下来干什么 好像在泥巴里面还限车了 而我也是比较搞笑 看他限车了 我还着急忙慌往前开 想着去救他 一铲子把他挖出来 结果刚前进一米 差一点跟他一起线了 还好我及时止步才没有线车 哎 老铁门真的是太险了 刚开始我一个人挖 当我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完之后 就来了一个小伙伴跟我一起转泥巴 然后泥巴挖着挖着 越挖越深 为了加快转泥巴的进度 立马又叫来一个小伙伴一起挖 结果就变成了他们两个转泥巴 我来善后负责清理四周围残留的稀泥巴 就这样 我一边清理 他们两个一边转 时间就来到了现在 也是第二天的早上 你们看这两只鸡一公一抹 我估计是晚上谈恋爱 谈着谈着 不知不觉就现车了 结果早上过来 就被我的摄影师抓了一个现行 他不忍直视 一早上过来的这一波傻狗粮 非要下去把他们两个支开 结果还弄了一身泥 OK了各位 吸泥巴已经转完 照着东家的要求 把这个堤坝兼马路 拍紧 并且加宽一米 且做成软幅非常自然的形状 该说不说 躺底的这个泥巴非常的软糯 并且非常的粘 基本上挖一产丢到哪里 它还是一产 根本就不带松散 然而这种泥巴见低坝 好是好 就是一产子一坨太多 我刚开始拍了几下 发现无论怎么拍 力量都不够 后来宁机一动 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 当土堆到一定程度之后 直接用挖堵 挖一产泥巴不丢掉 再次用斗背使劲的锤打 这些加宽低坝的土 你们还别说 给挖堵增加一产土的力量 再次锤打 这个方法还真好用 整个加宽的泥巴 被我锤到服服帖帖 OK 来到了整里泥巴 泼面的这个房间 我好像又发现了新问题 躺底挖的这个泥巴 还是过于松散 反正你拍这里 那里就鼓包 你拍那里 这里又鼓包 并且这个泥巴还非常的粘 非常的沾堵 当然 我之前也有说过 每个鱼汤的工况都不一样 不确定的因素也挺多 咱们始终都是根据现场施工条件 来制定干活方案跟方法 比如说今天这个坡面 拍紧也无法做成型 从上面往下面刷坡 也行不通 但是我想了想 把它反过来刷 也就是从下面往上面刷 不仅能把整个边坡 做到平平整整 而且还能做出很斜的坡度 这个方法简直太好用了 很快做完边坡 把堂底简简单单搞平 挖机爬上来 立马就整理露面 而今天这种 马路跟滴坝相结合 咱们该有的形状还是要给它做出来 该修的边边角角 一点也不能落下 我这里的先后顺序 因为泥巴很粘 所以我先把整个路面 有泥巴的地方全部抹一遍 然后再借着路面有石子的 这个有力条件 把表面的这一层石子给它刨松 再给它两边一扫 跟抹平的泥巴之间的缝隙相结合 再给它抹一抹拍一拍 整个平面看上去就会平平整整 效果肯定也不用说 今天这个堤坝唯一的遗憾 就是我把外面的排水沟留好 东家竟然跟我摊排了 排水管今天它不埋了 就连上面的这个瓷口 都是我跟它苦口婆心解释了一番 如果不埋到时候水关满了 如同的水就会跟着整个堤坝跑 当它了解了其中的利害关系 才听我的在上面埋了这么一个瓷口 当瓷口的管道放好之后 填土埋的方法也是有讲究的 首先挖细土 把整个管道填一层 再利用斗背软幅的地方 把管道两边的凹槽 给它就这样一下一下的摁紧 然后置入管道的最上方 用力就不要太大 轻轻的也给它按一遍 接着再来第二层第三层 今天这个瓷口 东家还是比较贪心了 想多灌一些水 似乎埋得有一些浅 这种方法我使用了三次 就给它把露面填平了 那么像今天这种排水管 没有埋多深的情况 我用的这种方法也只能说 也只能说比直接这样填要紧实一些 如果有重一点的车子经过 可能还是经不起重车轮胎的碾压 但是大家请放心 这种情况我同样有办法应对 就是在买管道的这一块 稍微多填一些土 让管道的正上方形成一个骆驼背 这种方法可以很好的避免 管道被轮胎压破 OK老铁们 今天的活就搞完了 每天小赚几百 生活多姿又多彩 感谢老铁的点赞加关注